观念时刻带您迅速掌握潮流趋势 欢迎收看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玉 首先来看到鸿海积极布局电动车造车应用 除了洗手日商打造电动车马达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能向外媒表示 红海集团今年将决定是否要在墨西哥 或是美国威斯康星州 成立第一座电动车厂 今年投入电动车的支出 可能超过百亿元 明年有望再增加三成 外媒报导指出 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洋伟表示 鸿海集团今年将决定要在墨西哥 或是美国威斯康星州 成立第一座电动车厂 他也透露今年在电动车方面的支出 可能超过新台币一百亿元 明年电动车投资可能增加多达三成 鸿海集团积极推动 MIH电动车平台联盟 鸿海技术执行长魏国璋表示 MIH联盟已有全球1065家厂商参加 其中有三成是全球性厂商 鸿海下周四将首度召开 MIH联盟会员大会 外资发布报告指出 生产电动车的利润远比手机代工优渥 推估红海未来造车的盈利率可达百分之七 红海预计三十日举行法车会 外界关注集团布局电动车进展 以及是否会在美国威州设立电动车产线 新唐人亚海电视高建伦张元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电动车时代来临 何硕董事长佟子贤表示 最快五年内电动车占整体汽车产业 市占率将达到一成 目前汽车产业产值呢 已经高达四兆美元了 在汽车产业重新洗牌的情况下 台湾有了新机会 可以深度参与汽车产业 重要的转变呢 让台湾有了参与 现在是四兆美元 未来二十年一定会成长到 接近六兆美元的一个产业的机会 从零件组件到模组 甚至整车的平台 同志前口中的重要转变 指的就是电动车发展 让台湾厂商抢供汽车市场大饼 目前汽车产业产值高达四兆美元 差不多是半导体的八倍左右 也是智慧手机七倍左右的产值 应该会在五年左右 五年左右 也就是2025 2026左右呢 应该会跨过四站 就是电动车站整个汽车 大概占超过百分之十 2030年左右 也就是现在不到十年 大概九年十年呢 整个市站应该会在三成左右 电动车站整个汽车产业会在三成左右 据我们所获得的消息 事实上大家都在传言 但是刚刚讲的苹果车事实上已经在测试 而且有些厂商都已经送样 汽车传动系统大厂核大引述供应商消息 Apple Car预期2023年完成测试作业 2024年量产 核大动作省国荣展望全球电动车市场 预估到2025年全球电动车市场将成长到一千两百万辆 从燃油车转变为电动车 对台湾厂商而言是重要的机会 到现在两岸在这个高端的引擎跟变速箱是我们的要把握 那刚好发展到这个时候 那台湾是一个机会 机电的部分在台湾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机电的部分包括马达 整速器 电控以及差速器 汽车产业等于是重新洗牌的情况下呢 有了新的机会可以深度的参与汽车产业 汽车有一个跟智慧手机不一样的是 它的少量多样的情形带给中型企业更多的机会 电动车崛起让汽车产业重新洗牌 少量多样的特性 佟子贤认为 相对韩国 日本大型集团 台湾中型企业更有机会抢工商机 展望未来 掌握5G AIOT电动车趋势 台湾可长期在重要产业扮演重要参与者角色 新台人野菜电视高建伦张元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台大电本周举办50周年记者会 创办人郑崇华亲自出席 媒体聚焦台大电在电动车产业的布局 董事长海英俊肯定台湾在电动车的发展前例 看好今年电动车申请量 他表示公司主力人着重在电控 电机 以及充电桩的发展 台大电董事长海英俊认同核硕董事长 童子贤对台湾电动车发展一说 海英俊指出台湾在ICT占有一席之地 电动车要用的电控 电机 电子的零组件非常多 机械产业也很发达 是很好的发展机会 机电两个合起来 再加上软体 再加上Display 我想台湾这个产业应该有 在这个电动车 有很多发展的地方 以后我们的这个主要还是在电控 跟这个电机这方面 车子本身 当然你外面就是充电桩 这个基础建设 海英俊表示 未来电动车用充电桩 会是双向的概念 将连接电网 达到能源管理系统的机制 台大电已打入全球电动车龙头特斯拉的供应链 并掌握全球前十大车厂生产的电动车 在电力动力系统关键零组件 及充电桩订单 海英俊看好今年电动车的出货量 传统的车厂今年都我想是这个请朝而出了 很多国家就定在2030年 就是内燃机的车就不准卖了 所以这些传统车厂现在都卯足全力 在做这个电动车 传动这一块大概有三个Billion的市场 我们大概今年的目标应该要达到10个percent 30年大概预估会到33个Billion 那我们的市占率绝对不可以低于现在 今年正逢台达店50周年 85岁的创办人郑崇华也现身记者会 一路看公司成长 郑崇华感到欣慰 很高兴这个我们公司到了50年 最近的生意也不错 因为我们所有的仓这个产品跟power supply有关 还有别的地方加进来 所以我们的范围就慢慢的扩大起来 至于缺水缺电问题 海英俊表示台湾只有小部分制造 影响很小 对于车用晶片是否缺货 海英俊表示很早就发落给晶片厂商 现在没有受什么影响 台湾台北报道 好 接着带您看到这一周的财经趋势短波 疫情成了千厂催化剂 随着科技大厂重新展开加速千厂越南的动作 预期2021年越南经济将成长 百分之六点五到百分之七 游望成为亚洲下一个制造中心 针对台积电传出花数亿元预定一百多台水车 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并不知道台积电花多少经费预定水车 他认为这是厂商的事先安排而已 目的是要让生产不中断 2月15日正式旅行的英特尔执行长 在上任一个月之后 将在下周签上火线 说明英特尔半导体策略 动员加入鸿海推动的MIH联盟 董事长透露MIH联盟 以询问东员电动车动力系统的报价 与样品 中立厂正建置首条电动车马达生产线 预估四月到五月完成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智慧城市展将在二十三号登场 本周举行展前记者会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以虚实整合的方式展览 实体展吸引了两百五十一家厂商参展 使用金一千个摊位 线上展预估将触及一百五十个国家地区 超过六十万以上的浏览量 智慧城市展宣告二十三日正式起跑 今年大会主题为智慧物联网 引领智慧城市再升级 台湾因防疫政策得宜 使得台湾举办的智慧城市展 也是自去年以来 全球第一个虚实整合的智慧城市国际展览 计程车司机收到的即时讯息 背后是靠着AI演算法 和五G高画质摄影机极快速的传输功能 达到AI智慧交管 民众到医院领药也能透过机器人操作 减少排队时间 人潮分流避免接触 还有智慧无人搬运车 化身为消毒机器人 或是用在餐饮服务上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透露 今年台北市的参展内容 在中小学人手一个iPad以外 还有85寸的大的一金一幕 所以你到台北市的国小去看 它其实已经是一个智慧的未来教室了 还有很多智慧号制智慧停车 所有城市治理上面有关用到智慧科技的部分 都会在这次做展览 我们有线上直播 然后也会带他们做一些不同的一些的展览 将近150多个不同的国家区域的都会上线来看 今年趋势整合的智慧城市展 预计可触及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地区 约16万国际买主60万次以上的浏览量 台湾方面共有时刻县市政府参与实体展 为历年最多 新桃尔雅特电视十千里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导 疫情之下民众的生活模式也跟着改变 台湾科技业看准后疫情时代商机 积极筹入AIOT远居一财产业 与不动产业者跟健康管理公司跨界结盟 防疫期间大家减少上医院下午下的量血压 虽然没有显示在荧幕上 但其实数据已经通通传到后端的云端医疗平台 云端传送生理数据 血糖尿酸总胆固醇 心电涂到血压一网打尽 国内电子五哥旗下子公司集团 花了三年时间打造的生理量测系统 解决了以往医疗数据会中断的痛点 抢供后疫情时代商机 科技业进来这个医疗业之后 在这部分我觉得是给予比较大的一个贡献 让这个专业的医护员 能够比较及时的看得到 这个个案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生理的数据 等于说把自己的生理素质 变成一个数位化之后 就变成是一个可惜式随时带着走的 AIOT产业就被称为台湾下一个护国神山 生理数据转换成精准医疗照护服务 民众可以及早发现身体状况 美商不动产公司 洗手健康管理公司科技业者 三大品牌结盟 首创远距照护创新模式 让健康管理走入家庭 医疗管理顾问公司就表示 透过专属的健康评估 五年下来成功让家庭个案 救医率降低百分之五十 服药减少了百分之四十 提高民众健康自主能力百分之八十 去年的疫情 其实改变了非常多的行为模式 包含像电商送服务 譬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 对那我想也改变了非常多的 一个医疗行为 健康管理就是介入了这个 所谓民众跟医院之间的一个桥梁 台湾走入高龄化时代 局主安全更涵盖个人健康照护 不光科技业者积极进军 也要跨业同盟 就是看准这波新趋势 现在电视王冠林 省为同台湾台北报道 台湾面临缺水危机 外资把人关注 更详细的记录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能源转型是产业重要课题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表示 台湾供应链发展 占山能源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 同时考量将桌边设备国产化 台湾也是离岸风电在亚洲的先行者 透过提升离岸风电供应链 打造亚洲离岸风电基地 这个叶片它的单价 是占整座风机将近20% 所以这样一片 可能就是1500万台币 这样子的价格 这样子高单价的职人精品工艺 现在在台湾诞生 离岸风电第三阶段区块开发 将在这个月公告 除了政策预计在2025年 推动离岸风电累积到5.7GW装置容量 离岸风电产业协会理事长徐乃文说 政府也推动离岸风电国产化 高人力密集高 技术密度的一个精品的工业 而且也就是因为这样 它其实是不容易遍地开花 我们台湾天立的这个叶片厂 这个叶片厂是中国以外 亚洲唯一一座叶片厂 其实台湾在这个先行者的这个优势之下 其实可以成为一个亚太区的基地 去支持像是韩国日本 或者是一些其他东南亚的国家 当他们要去发展再生能源的时候 台湾的这些供应链 就可以跟着作为所谓的亚太区的中心 跟所谓的出海口 除了离岸风电 太阳能和除能也成为政府 2025年达到再生能源 50GW政策的重要方向 Semi台湾区总裁曹世伦给出三点建言 包括加速绿电供需双方对话 绿电交易机制透明化 以及能源产业需要更多人才加入 以苹果的就是洁净供应链这个计划来看 变成是说不光是他自己做到 他还希望他所有的供应链 都必须拿到这样子的一个洁净能源的方向 所以如果我们台湾 不就是采取这样子的一个 绿色能源的使用的方向 我们在全球供应链的竞争力 基本上就会有受到影响 曹世伦说台湾半野国际电子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面对微软 苹果 Google等重要客户 迈向再生能源发展 能源转型是势在必行 新台湾电视连运堂 曾馨敏 台湾台北报导 台湾太阳能大厂联合再生能源宣布 未来将以开发太阳能系统并长期营运为新策略方向 目标五年内持有太阳能电站资产规模达1Gigawatt 每年渴望贡献新台币55亿元电费收入 创造固定收益让企业永续经营 联合再生举行记者会宣布要积极扩展太阳能系统市场 从过去纯太阳能制造场转进太阳能系统领域 目标五年内开发建制并持有约1Gigawatt的太阳能电站资产 估计年度电费收入可达55亿元 未来的五年之内我们能够拥有希望到1Gigawatt的暗场 假如说政府3Gigawatt是能够真的能够落实的话 那我认为是今年其实是可以展望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看待 媒体报导指出太阳能产业今年需求爆发 暗场加速建制加上玻璃等上游原料涨价 带动太阳能模组价格调整 元金新产能陆续开出 整体暗单排成一排到今年底 而联合再生全年获利表现也渴望向上 去年10月就是第三季结束的时候 国内各家我看就是可以维持一个健康的两位数的毛利 那第一季就是我要反映这个 我也涨价 那我基本上是反映我成本涨价的幅度 大家能因为有国家政策的关系 又要政府补助的关系 所以你在变动 现在又有中国因素的关系在内 政府政策牵动台湾太阳能产业前景 厂商预期今年在政府积极推动下 太阳光电总装置量可达3GW 因此决定积极扩产 也乐观预期 今年台湾静置量如果超过2GW 台湾前三大模组厂都会赚钱 台湾面临缺水危机在产业可能受到影响的情况下 连外资法人都关注 根据李洋证券的报告 指出如果台湾缺水现象再过两个月没有好转 将有三大产业受到冲击 台湾水情告急 不仅连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直言 更引起外资法人关注 李洋证券特别针对台湾缺水挑战 发布指出政府和企业第一时间抢救水情 科技业不受冲击 评估再撑一到两个月 如果用水持续短缺 将对产业带来打击 其中半导体面板PCB 将是受害最深的三大产业 新元代工以台积电连电首当其冲 台积电最近营业是很畅旺 这也有赖台湾社会的支持和环境的包容 今年的困难一定是可以克服的 就像我们过去几年一样 我们也会有赖各个厂区的节制 还我们供应商的努力 一起渡过这段难关 根据经济部资料 台湾用水大户产业类别 包括半导体 面板 食品 钢铁及纺织等 经验代工厂更是超级用水大户 台积电在过去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也显示在竹科 中科 南科的厂区 每日用水量超过十五万吨 占三大科学员区约三分之一的用水量 同样是用水大户的面板厂 也做好准备 那我们扩大储水的工程 三月份也增加 然后同时我们跟水车的签约 那我们现在开始演练 准备万一水勤来的时候 可以确保我们的生产 没有任何问题 定义间面板大厂友达 则是成立水勤因应小组 准备实施缺水营运持续计划 同时进行制成用水减量 依据不同阶段提高节水效能 台湾产业界为缺水现象做好准备 经济部也承诺 在民生公用及产业用水上 到五月底每月来之前 都有水可用 新台湾亚的电视李晶晶 台湾综合报道 接下来带你浏览 这一周的重要财经数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受到疫情影响带动大量远距商机需求 台湾品牌业者华硬价和红机近期股价表现亮眼 17号华硕法硕会上高层预估 尽管上游供应链链零组件相当吃紧 不过预期今年PC市场需求强劲 到下半年都是看法正面 双重萤幕设计仿佛为绘图工作者量身定做 品牌大厂华硕今年端出新品 尤其华硕二零二零年品牌合并营收 三千八百二十四亿元接近四字头 今年上半年又有MB仙咖涨价效应 一到二月业绩冲上七百零二点六亿元 年增百分之五十七点九 那从第一季到第二季 那我们的营收跟出货应该会是一个逐渐增加的一个趋势 新数位化工作学习以及生活这样的一个新形态 将会持续而且会深化 所以我们对于整体2021年PC市场是抱持一个正面的观点 华硕预期笔电主机板显示卡三大市场需求强劲 今年还会是供不应求 不过尚由零组件吃紧成为营运变数 华硕方面提前与供应商取得长期合约 有信心能够应应 现在连轰装测试的这个capacity都非常吃紧 不管是刚前面提到的power IC带 或者是一些logical的IC 其实都非常非常这个紧俏 我想我们也会适度的反应 那这一部分的对于整个毛利率的维持 我想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维持 外资上调华硕目标价看好PC出货大幅成长 手机方面最新电竞手机rog phone5 三月十号正式发表 有望搭载最新高通888处理器 希望力拼2022年手机事业能够传亏为盈 除此之外品牌双雄之一的红机也是市场焦点 红机推出多款concept D概念的可翻转笔电 锁定创作者市场商用领域 可以说独占凹头 旗下Chromebook产品一月份在法国 就拿下78%过半的市占率 北欧也吃下45%成为市场霸主 两大品牌厂近期股价 从去年底一路上扬 分别来到325元与27元 涨幅相当明显 可以说远距商机带动下台厂 今年营运表现有望乘胜追击 新台湾亚太电视沈维同台湾台北报导 台湾机车龙头大厂光阳 全面启动电动机车布局 一口气发表了四款拥有充电板 跟换电板的电动机车 也宣布将大幅增加电池换电阵 预计明年底前扩增到四千座 要打造全台最密集电池交换网路 跟台湾电动机车龙头 咕咕肉照进意味浓厚 选择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盛大举行记者会 台湾机车龙头大厂光阳 一口气推出四款电动机车 主打都会通勤市场的车款i1 售价六万两千多元 拥有九十公里的续航力 顶级性能版S7R具备ETS两档自动变速 售价九万八千多元 四台全新车款一次亮相 光阳展现强攻电动机车市场的气图性 宣布全面升级 Ionix 3.0 推出全新一代大电池 为了加速建制换电阵 光阳首创壁挂式换电柜 可以轻易在都市大街小巷里设置 光阳目标年底前达到1500座换电阵 2022年完成4000座的规模 售价服务提升方面 光阳宣布将陆续打造 Ionix专属电动车门市 年底前可增加到50家 希望消费者购买电动机车 可以感到非常的安心 所以他们能够觉得 有一个非常长期的保障 今年我们希望可以是做望丽吧 那明年希望可以取得 这个饮料品牌的地位 狗狗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 它的换电站目前还是 一定是比那个光阳还要多 推出一个充电方案 那在家也可以充 你不想充电 没有关系 那你可以去换电 我觉得它只把这个东西拆开 是不错的 高高热目前全台部件 1977座电池交换站 五年投资金额 约新台币150亿元 光阳目标两年内 就要设置4000座换电站 尽管光阳占不透露总投资金额 但具体金额肯定不小 显示光阳深化布局 电动机车市场决心 新台队电视连约 团队人体验台台被采访报道 好的您看到下周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谢谢您收看这周的财经趋势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